夏天糖尿病人口渴多饮多尿,是血糖升高的征兆吗? 听听医生怎么说,爷爷,您怎么喝得这么猛? 外孙女小曼看着就担心起来,喝太多水对身体也不好啊。 陈伯伯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常常叹了口气,热啊热的都要渴死了。 而且最近老是口渴,喝了还想喝。 小曼眼睛一亮,对了爷爷,您不是糖尿病吗? 我妈说过,糖尿病人口渴多饮,可能就是血糖升高的征兆。 陈伯伯皱了皱眉头,似乎有些不太放心。 自从确诊二性糖尿病后,她就一直在服用降糖药物,生活作息也很规律。 怎么会突然出这种状况呢? 正想着,门铃响了,是陈伯伯的老拜颜阿姨从外面回来了。 她进门就着急地说,快看看你这是怎么回事。 对,我刚在诊所等了好久。 医生说,你最好现在就去看看。 原来,上午杨阿姨感觉丈夫的情况不太对劲。 就先去看了家附近的社区医生。 那位医生一听,陈伯伯最近老是口渴,多饮多尿,就立刻怀疑是高续糖的征兆。 建议尽快去医院检查条理。 陈伯伯和家人赶到医院后,很快就见到了她的主治医生张淑仪。 张医生是一位惊艳老道的内分泌科医生。 陈伯伯,我听家属说您最近老是口渴,多饮多尿,是不是这回事? 张医生仔细询问着病情。 陈伯伯点点头,对,最近就这样,而且好像精神状态也不太好,有点乏力。 张医生听后脸色凝重了一些,这可不是小事啊。 高温天气下,糖尿病患者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很可能就是血糖控制不理想的表现,必须引起重视。 怎么回事啊?难道我吃错什么东西了? 陈伯伯有些急了。 张医生游摇头,语重心肠地解释道,并非如此,高温天气本身就会加重糖尿病人的身体代谢负担,影响胰岛素的正常发挥,导致血糖失常。 除了可能血糖升高以外,有失业存在低血糖的风险,因为高温下出汗过多,会加快胰岛素的吸收代谢,造成血糖过快下降。 还有就是脱水问题了,高温容易加剧糖尿病人的脱水。 既有出汗过多的原因,也跟多尿有关。 严重的脱水会进一步加重病情。 陈伯伯听的云里雾里,只觉得高温下身患糖尿病真是个大麻烦。 小曼在旁听了入迷,不住点头。 张医生语重心肠的嘱咐,所以陈伯伯,现在就要立刻采取积极措施了。 首先,我会为您检查蓄糖水平,看是否需要调整胰岛素剂量。 其次也要检测有没有脱水的情况,必要时给您补月纠正失衡。 在这,我会开些研剂,让您多补充电解质。 一连列举了几项条理措施,张医生还应切补充道,除了就医条理,您平时一定要避免户外高温环境,最好待在通风良好的室内。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适度使用空调。 当然,也要远离剧烈运动,少穿棉质衣服,以防止脱水和中暑。 这些我都记住了,我们家伯伯就全听您的。 杨阿姨感激地说,就这样, 陈伯伯在医生的吸心调理下,很快度过了这一次的高温危机。 他更加重视起控制好自身的血糖水平, 而家人也会时刻关注他的饮食起居, 保证泰山崩于前而四不动人。 夏季对糖尿病患者的确是个考验, 但只要提高警惕,采取得当的防护措施, 就一定能安全度过艳阳高照的酷暑季节。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在其早期最为常见的症状表现就是蓄糖升高, 但由于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不重视血糖, 而且也没有养成对蓄糖定期监测的习惯, 所以就很难在第一时间察觉疾病的到来。 不过,除了蓄糖升高外, 糖尿病在临床上还有其他典型症状表现, 比如三高一少,也就是说患者会出现进食量增多, 饮水量增多以及排尿量增多的情况。 与此同时,体重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尤其是对于早期患者而言, 饮水量增多的现象会表现得尤为突出, 即便一直在喝水, 往往也很难缓解口干舌燥的情况。 而患上糖尿病后之所以很容易感觉到口渴, 就是因为血糖在体内就如同小海绵一般, 会将人体内的水分迅速吸收。 而且在此过程中, 葡萄糖也会不断在细胞外液中聚集, 以至于细胞外液的渗涂压会大大增加。 而当人体的大脑接受到相应信号后, 就会产生一种名为抗力尿的激素, 并且通过大脑垂体将其释放出来。 与此同时, 下丘脑也会将信号输送至大脑。 在这种情况下, 患者就会产生较为强烈的口渴感。 一般来说, 糖尿病的问题越严重, 三多一小的症状就会越突出。 如果患者的排尿量过多, 却又不能及时补充足够的水分, 那么就很容易促使体内的水分大量流失。 若是体内的湿水量超过了10%, 那么就很容易促使蓄糖水平上升。 进而诱发心剂、乏力等一系列不是症状。 而如果体内的湿水量高达20%, 还有可能会导致血压水平下降。 因此,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在日常生活中还应该注意补充足够的水分。 在高血糖的状态下, 补充水分能够很好的降低血浆的渗透压, 进而使其恢复至正常状态。 如此一来, 也有利于促食体内的血糖水平下降。 但在喝水的过程中, 患者也要注意方法的把握。 据临床建议,糖尿病患者每日的饮水量最好保持在1600到2000毫升左右。 不一定非要感觉到强烈的口渴时才能饮水。 因为当自身的口渴感极度强力时, 体内的血糖水平大多都已经出现了一定波动。 此外, 对于患有糖尿病肾病的患者来说, 在补充水分方面, 更是应该小心谨慎, 需要根据自身每天的尿量来决定补水量。 通常情况下, 患者应该根据自己前一天的排尿量来调整当日的饮水量。 饮水量要在前一天排尿量的基础上增加500毫升, 这样就能够满足自己当日的需求了。 另外, 大家还要注意的是, 此类患者要注意把控好饮水的温度。 一般来说, 25度左右的水温就可以了。 虽然糖尿病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以及日常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但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除了遗传因素我们不能改变外,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惯等, 我们都能及时加以调节。 而且, 即便患上了糖尿病, 我们也能在医生的指导和建议下对病情加以控制, 并由此延长自身生命周期。 不过, 出于健康考虑, 大家还要切记, 千万不能随意, 盲目更换药物, 以免造成其他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高血糖是可以控制的, 而控制高血糖是要听医生的话, 并积极地监测血糖, 并找到合适自己的饮食、 药物、 运动治疗方案, 并发症是可以预防的。 首要条件就是把血糖控制好, 并积极预防和控制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的控制要有积极心态, 并需要付出一些时间学习专业的知识。 总之重点在于预防控制在前, 不要等到有并发症症状获得了并发财重视, 此时就比较麻烦了, 付出的治疗成本就要很高, 且效果也不一定尽人意。 所以预防是投资而非成本, 不要舍不地花钱到医院去检查。